各位同學 我們整個課 介紹的是微電子技術 而我們的課程內容呢 其實就是在介紹整個 機體電腦在半導力製程當中 所遇到的一些製程步驟 我們整個微電子技術當中 涵蓋了TARTIC 包含有 Wafer Growth Wafer Clean 還有Do Weaver會經過Serval Process 加熱製程 然後有微影製程 以及會介紹什麼是電漿 以及再次H10顆製程 還有CDD Chemical Vapor Position製程 CMD Chemical 這次是拼錯 我會再講 還有CMD化學機械研磨製程 還有製程整合 那 這些步驟呢都是我們在 微電子電路當中 要製造出微電子電路當中 所需要經過的步驟 而且是這些步驟 會不斷的交叉使用 同一個步驟會經過很多遍使用 就好像各位可以想到說 要製作出經濟電路來 製作出微電子電路來 就好像你要炒一盤菜 而炒菜的過程中需要什麼 需要洗蔬菜 需要蒸煮炒雜 那有些菜是需要蒸一隻嘛 它可能蒸完後再炒 炒完後還要再炸 炸完後再拿回去跟其他財 再炒貨 所以呢我們會先針對 不同的基板 不同的步驟先介紹 這個步驟在幹什麼 而最重要完成整個 微電子電路呢 其實就是這些步驟當中 不斷的來回 所以在 業界如果各位將來 在半導體行列工作 當中認識的話 業界會將這些步驟的 分為四大模組 分為四個主要的單位 分別叫做 Diffusion Synthene Lithography 跟Action 主要分這四大Module Module也有 也有達發音程 就是赤程 那這四大Module 各自會做哪些呢 就如這張圖上的講法 只要是屬於Clean的步驟 就屬於Diffusion Diffusion還要幹什麼呢 加熱製程也屬於Diffusion 好 那 Synthene呢 就是有CD 屬於Synthene 以及利用到Prosma的 薄膜成績也屬於Synthene 所以簡單的來講 Synthene的工作內容 只要是薄膜的成績 都屬於Synthene的工作內容 好 那這時候要特別注意到 薄膜要產生 我們後面會介紹到 先跟各位講 薄膜要生長 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做成績 成績是什麼呢 你薄膜的產生 所使用的所有的原材料 都是從外部添加上來的 這個叫成績 那什麼叫做成長 成長growth 如果是代表什麼呢 你的薄膜的產生 有部分的原材料 又用到你的基板本身的材料 這叫做成長 就好像你的臉上站出青春痘 這是成長 又用到你自身的材料站出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塗上快奶油 塗上快紅痘 這叫做成績 因為奶油都是完全外部來的 如果你是長線的成績 這是成長的成績 就是成長的嗎 因為你的線 部分是在你的皮膚 跟外面來的污染物 結合在一起 這叫成長 所以 在薄膜的世界裡面 薄膜的產生有兩種 一個就是成績 一個叫成長 他們差別都在於成長 這層薄膜的生長 有部分的原材料 是要來自於你們自己本身 或是來自於我們的 呃 代掌物 他自己本身的材料 成績是完全 是A-TRA 堆裂上來的 成績是完全堆裂上來的 這叫Deposition 而絕大部分公司的經理 只負責成績 而成長是屬於誰呢 有些公司把成長 摩摩 算在Position的樓上 算在Position 因為成長 通常需要加熱 而且是比較高溫的熱 因為無論是成績或成長 它都牽涉到所謂的化學反應 而化學反應呢 大部分都需要能量 也就是需要熱 來克服化學反應所需要的 或化的 因為有些化學反應 你在室溫方向 它就是不會生成變化 可是你再加熱了 它就會發生化學反應 所以呢 通常成長會放在Efficient 成績會放在Thinking 那Disability我們稱之為為為例 為例是幹嘛呢 通常是要產生圖案化資產 就是哪些地方 你要刻意的做處理 可能是實科 可能是參加 在整個結構表面處 你要做局部的差異化的時候 就需要實科為例 當時你想要做局部的差異化資產 就需要用為例的資產 那實科就是這種移除資產 你想要將材料 從你的結構表面上 移除 我們就稱之為實科 然後呢 接著 那真正炒菜的人呢 就是自成整合這個部門 自成整合是另外一個部門 可以說是飯堂裡面呢 權力最大的部門 因為它是開食譜的單位 我剛才講過 每一個就好像蒸竹、炒雜、微波 還有什麼呢 放冰箱、加熱 比較像手菜一樣 可是 一道菜要產生 你可能要炒很多菜 可能還要炸很多東西 可能還要煮一些 最後還有混在一起 最後這整個食譜 到你這一看菜 我從沒有到有 要經過哪些步驟 我總不需要多少步驟 每個步驟的順序是什麼 由自成整合 統一 為當體力 所以他是寫食譜的人 所以自成整合 接到Case 他根據他所接到的Project 去制定一個Process rule 就是製造一個製造過程 而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們就要去盤序 每個東西在哪個步驟要出現 哪個蛋白要出現 然後最後呢 每個開始做 所以有的失誤 在半導體產業裡的分募 是非常細緻的 比如說你就負責什麼 你就負責爭 你就負責炸 而我突然之間 我完成這一道 滿泰拳行 他可能 爭第三次交爭 爭完之後 他交給下面炸 炸完之後呢 再回來爭 爭完之後再交給炒 他就開始 進去步驟以後 這樣做 而對於爭的人來講 你不用管炒的人在幹什麼 你也不用管炒的人在幹什麼 你就將你爭的情 發揮到情緒 什麼東西來 你都可以爭 但是 但是 我可能 我可以對爭有什麼要求 這個可能只要爭到三分鐘 這個要爭到五分鐘 這個可能要爭到七分鐘 那個可能要爭到表面 又選住 而另外一個 這個可能要爭到乾掉為止 也就是說 你不要管你的材料 你要爭的材料 你就是將你爭的情緒 發揮到情緒之後 我拿什麼東西給你 我告訴你 我對這個東西 真的要求是什麼 你再根據 你對真的熟悉度 幫他 幫他製造過程 就幫他處理掉它 然後再轉到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 我現在就是要爭 但是我爭到表面金黃 你就要根據這個材料 我從來去研究 如何把它爭到表面金黃 就如此類的 而下一個材來了 反正你就是永遠就是作詐 你就是永遠做證 只是你爭 每一次爭 你就是爭過什麼東西 你有可能這個證的東西 你前十步驟你還在做 而中間這十步驟換別人了 最後又不會讓我這邊來 可是這時候他下一個 爭 他的要求不一樣 所以呢 你必須要 每個媽媽都必須要自己獨立管 管理好自己所有的製造過程 以及他的製造要求 然後最後就是 製造整合的人 把他完成整套 安全性的活動 最後做完主餐 給他做 所以呢 這整個就是 了解完之後 所希望我們這個學習上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整個微天子的產品 整個微天子的景點 怎麼生產出來的 至少要有概念 至少要有概念 所以在我們這個課當中呢 了解每一個 發展的概念很重要 數學什麼的 那些反而不是很重要 因為那個會根據機械不同 環境不同 會需要調整 那就是搞化銅的人 或搞材料的人 再去用 那對於我們學微天子的人 或是對於我們電解系的人 我們會用 會了解 比較重要 因為等到各位實際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各位親手去做這些製程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被機械設定好了 比如說 我這一步驟 我這步驟 我這步驟 我這步驟微波 我告訴你一下微波 我就能了 我們家就這台微波 它就有五段活力 你還可以做什麼處理呢 你就只能在這五段裡面挑一段 除此 但是你要先了解它的原力 未來哪一天 萬一各位進入到 設備開發場 那你照原理才可以去開發 跟更不一樣的微波 除了之類的 好 這是我們 這學期預定的 上課時間表 簡單看就考兩次次 在其中考中的時候 考一次其中考 在倒數第二週的時候 考其末考 希望預計 預計其中考 做做做考其中考 倒數第二週 做做考其末考 然後最多我們來 援露一下整個學期的成績 跟整個學期的考試有沒有問題 好 那 外表要主題的是 我們在12月初 12月9號這一週 因為我要出國參加聯考會 所以這一週會 停課一次 好 那 整個進步表的基本上 應該都可以 如期或是一早完成 前面我比較報酬一點 有的我會使到兩節課 其實有時候 一節半就夠了 可能一節半就夠了 諸如此類的 好 因為 半導體制成這個東西 我挑的課本呢 是這一本 好 大家應該買得到下面這一本 只能買得到上面這一本 好 因為這一本 我不曉得為什麼 台灣不太盡 這本原文書 反而是非常暢銷 他的綜藝版 這一本 半導體制成技術訪問 好 這兩也是同一本 只是 這是英文版 這是他的 中文版 好 那 作者是一個大部分 叫蕭吳 蕭吳 好 而這一本書呢 每個幾年就在他 一次出版他會不會再專輯一次 好 出如此類的 好 那基本上呢 他的翻譯寫得很好 他的中文寫得很好 好 所以各位如果看他 基本上 他是本文認為 自修都可以用得住 自己學就可以 只是說 對於初學者而言 對初學者而言 要自修這本課 唯一聽到的困難就是 有一些名詞 專有你在看的時候 可能 你開始不太了解 可能要看好幾頁才會看 他在說什麼 好 他要再回頭看 好 就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上課呢 其實等於是幫各位導讀 這一本書 好 那當然 因為這本書 說過後不後 說過不過 而我希望你學習帶過他 而他裡面呢 我主要講的是 每一個章節的重要概念 以及關鍵的知識 而他還有很多一半的內容 所有是什麼呢 是根據這個基本概念 用延伸去取播其他的討論 比如說 講完基礎疑問之後 他會跟你講 他現在的概念是什麼 現在業界該公司 而媒體跟其他需類 反通的東西是什麼 他會進去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就是 有看我知道 就OK 沒看又不知道 也不會死 也不會死 也不會死幹 而重點就是 我在上課會提到的 那些基礎關鍵要知道 基礎關鍵知道之後呢 其他的業術 各位自己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會把課 從第一頁上到最後 也沒有必要 但我會把裡面 各位需要 人幫你倒讀的 或是江建宇 各位聽了 不會講出來 那剩下的各位 又給自己幫 同一個彰顯 剩下的部分 自己回去看書看完它 這本書我記得 我自己在當學生的時候 自己花了兩個禮拜 就把它看過一半 那時候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大學之前 有武器 但我研究所 靠近了電子之所 然後呢 上班教理知識課的時候 講一大堆的名詞 什麼晶圓啊 waper啊 然後尺寸啊 什麼東西 我一概不曉得 那在說什麼 那在說什麼 三小朋友 不知道 所以我就知道 自己到房間去跳 跳出 我跳好幾本 我同時看好幾本 後來看到這一本的時候 欸 就解釋起來了 前線一通 然後我又希望 你很快接上我的課程內容 所以我說 半個兩個禮拜 時間內 看完了一半 然後再去上課 欸 老實講這些名字 我都聽得懂 我就聽得懂 就如此 所以我才講說 這一本書 基本它很適合自學使用 所以呢 既然它適合自學 而我的目的就是 屬於鞭策大家 努力去看完卡 我想大家為了我這個經驗 很想要學著 真的 欸 又難得去修它 那就不要了 那麽旁邊就好 而旁邊跟真正修下去的差別是什麼 修下去了 人家主事啊 旁邊人不用考試 讀一讀 讀到累了 或是今天睡過頭了 老實就爽不來 欸 開一看 唯一不要考試 讀念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會不會 念書院這麼大都會發現 唯有大家考試的時候 你才會努力去棄下 書上的內容 否則不會衝衝一點 好像了解了就算了 可是你只要沒有記住 未來的問 你只會覺得依稀有概念 但實際上 就什麽都不記得 大家一個東西不記得 它就幾乎等於 沒發生過 所以呢 為了讓大家 會每個章節有印象 而且記錄到 所以呢 我希望的是 我可以每個章節都講到 而讓各位可以每個章節都好 我們去念它 好 而不要忽略到其中幾個章節 因為真的 如果說像 根據我以往 我每一章節都講得很仔細 然後講得很深 連那些阿里布大關系 我都完全講解完 我上課的內容 並多只能上到 可能只能上到10顆 或者只能到11 剩下三個可能都講不到 然後呢 你都會覺得說 欸 講到前面的 每個媽媽都已經知道了 支撐整合只不過是把前面的 攪拌在一起嘛 對不對 人性是偷懶的 人性是愁弱的 只要我們講到後面 我相信各位可能 終其一生 不會翻到後面 好 下降機 趕快來打底 好 各位 你還可以到 八三八四的 以前的課本 只要後面沒有翻到 張傑老師沒有教到的地方 誰才會去翻過 誰會 誰會 如果會 我可以 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沒有去翻過 好 就是這樣 因為看到課本 通常會翻到什麼 考試會考到的夜宿 按就輕止於吃了 後面的人性 除非不小心 被人家看到 不然後面通常是很白的 是很白的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 我可以 每個禮拜就講一個章節 然後 整十八週結束之後 除了考試跟出國之外 我每個章節都可以講到 他的清華的部分 那各位每個章節 至少都知道要幹什麼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章節有效 因為我以前練書的時候 我需要老師去當幹 他更成 他幾乎每個章節都練了兩句 我還自己就很像講過 然後考試的時候 我每次考試高級三百億 我那時候是更慘 我覺得這文課的時候 那時候我老師開的書 除了是原文書之外 他還有好幾次 然後每一次考試 我們都是用數百頁的內容在計算 那考試請不要查這些內容 那現在 那現在 比較不會這麼做了 這樣你還不能到 好 所以我們要兩次考試 每一次各佔百分之五十 那 開始記錄 回到這剛剛講 我們剛剛等到整個發售 我們整個上課內容 包含什麼呢 整個微電子電路 在製作 總是要有一個出發點 由於原材料出發 這個出發的原材料 稱之為晶圓 Waver 大家不要有聽過晶圓這個名字 所謂晶圓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製作機體電路的時候 最一開始所使用的原材料 像好像各國要吃披薩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個命題 至少因為基本的命題 然後在上面再開始放料 再開始看 然後夏威夷 還是要吃心 還是要有龍蝦 之類 總是要有一個起一本 開始的原材料 而 機體電路的原材料 就是晶圓 而晶圓的材料 是洗 Silicon Silicon 四處原素 碳系的材料當中的 形成Silicon 所以呢 在晶圓當中呢 我們普遍使用的就是 矽晶圓 Silicon Wave 矽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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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會看到 這個Silicon Wave 的 成長 應該說這個Silicon Wave的產生 你會看到屬於哪一個module 它並沒有被歸類到哪一個module 代表什麼呢 代表 製作晶圓的是另外鼓勵的公司在製作 也就是說 生產自己的業務的公司 是買現成的晶圓 來加工來製作 本身自己不生產晶圓 就好像你是做漢堡的人 那漢堡包也是你自己 考面包做的嗎 其實我做兩隻小牌 拜託我是自己做的嗎 我不曉得 我沒有在拜託 打過 原本想去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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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介紹的整個晶圓的產生 跟各個步驟之前 這禮拜是第一解課 第一學期的第一天的下午 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 整個晶圓電路的發展史 世界上的第二點點是在1947年發展出來的 1947年剛好是1945年隔兩年 各位在全歷史都1945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隔兩年後在AT&T AT&T大家有聽過嗎 因為現在手機已經沒這個人了 在以前手機 手機還在八達城那時候AT&T很有名 那時候有名的有AT&T 有什麼西門子 有什麼Nokia 有Motorola 那現在統一的都變 iPhone Samsung 跟Alice 小米 和其他一些 界階的情況這些影子 AT&T有一個貝爾實驗室 裡面有兩個科學家 一個叫John Faddee 一個叫Wolf Brayden 這兩個人在實驗室裡面摸摸報告 終於利用了整材料 做出了一個固態電 Faddee 好 這叫Vj-V-V-iin 電線是V-scale information Faddee 電線是ック 而電流跟電壓的微分,也就是血律,就是電阻的倒數 所以它要知道血律發生改變就代表電阻不斷的發生改變 所以它是稱作為Transfer 因為它是在Transfer Resistor 那BJT就是什麼呢?就是IC對BC的曲線 不過各位還記得電子學說交到過了 對MOSFARE而言呢 它的IVD曲線就長這個樣子 不同的VG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電源微分析不同,代表電子不同 而對VJT元件是VCE對IC 也是長這個樣子 不同的VD 可以看到也是電流跟電壓的微分 也就是吸力也有在轉變 所以呢他們就稱之為Transfer 那這兩個展示了第一顆電力體之後呢 有另外一個同事VVM Shackley 欸他看到他們發生了喔 欸他也想要趕快追上,想要被被被被 所以他自己在聖誕節晚上呢 聖誕夜晚上自己在實驗室裡面摸一摸摸一摸 欸他也做出了,他根據他們的結果呢 他將這個電特性的理論找出來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DEMO出來 已經製作出來的電競體 但是為什麼去電特性長這樣 不記得 不知道 所以呢 欸他看到他之後呢 他去發展出一個電競體的理論 BJD的理論來解釋他們看到的東西 於是這三個人 就聯名拿到了諾貝爾獎 這就是發電力核 有沒有看起來非常像破銅爛鐵 弄出來的一塊東西 有沒有 這個放在路面 你只會看到這個 哇這個很漂亮 如果今天這個只是個木頭 而且上面好像很邁 爬過去 就好像各位前傑在搬出色了嗎 突然間看到一個人桌上放到這個東西 好這個不是木頭做的 你會怎麼辦 阿姨有了沒有丟啊 然後拿去啊 真的是 很容易被 被各位以為是惹色 這個現在是個寶 放在那個 欸放在哪個公司 你看大學裡面 這個是歷史性的象徵 T科電競體 實作出來的電競體 所以這三個人呢 趕快Gay Biden拍一張照片 要發了出來 這三個人就得到了1956年的 諾貝爾家 諾貝爾家 特別是 夏克里 Breden 跟還有一個誰 阿Dee呢 在這裡 OK 好 好 那這三個人的後續下場是什麼呢 Breden呢 發明這個 DTV之後就離開貝爾什電視 到外面床 大人家庫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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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人生的高中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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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因為我又也拿到諾貝爾獎 所以在501年的時候 他沒有拿到諾貝爾獎 因為拿到諾貝爾獎一段時間 要等到你的巴尼被社會國大眾 被瑞典的諾貝爾的基金會承認 是影響到人類很重大的招救 才發給諾貝爾獎 而且你要活著 大家應該知道吧 死人是不能聽諾貝爾獎的 你其實有巨大的貢獻 可是在發發諾貝爾獎 那一瞬間你必須要能夠站在凱撒林獎 如果我要罵給你 就你在七天死掉了 抱歉 你沒有諾貝爾獎 原本要罵給你 你正在手上台上寫 就你告不可以在上廁所摔到時代旁邊 很可惜 你就沒有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只會把他罵給活著的人 然後呢 John Cardin在195年的時候 他開始研究搜寶 然後他的操寶上的成就 讓他在1972年又獲得了第二個諾貝爾獎 所以他的史上獲得力量 你們對貝爾獎的人 這比獲得兩次金中獎金馬獎金曲獎還要更難 對不對 你跟我說終結人可以拿到兩個金曲獎 我覺得太不利了吧 他有時候只要拿到兩個獎 不容易 不難嘛 而且就還不不站下來 對不對 其實你這樣沒有主唱的 然後有專輯啊 有編曲啊 什麼的 對不對 可是你要拿到一個厲害的諾貝爾物理獎 哇這個真的是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而且最有商店主要的人就是這個 William Shockley William Shockley呢 196年然後諾貝爾獎的話 秋二 秋起來了 有了這個名號有沒有 就出來看公司 打著 你爸爸我是諾貝爾獎得主 我的這個東西 已經被世界公認了 所以呢 他就開了一間公司 那這間公司呢 你怎麼沒有查到 我也讓你去查 因為這間公司最後倒閉了 因為 你就要知道 一個很利害很財的人 不見得是一個適合當老闆的人 個人除外就是太常的人 他就算在乎的聰明 他也很難 擔忍擔當 除非 算了 那就是他另外一個人查 那個人是誰 巴尼交流的人是誰 大家記得嗎 特斯拉 特斯拉沒錯 特斯拉都是天才總統的天才 好 如果 如果你可以像特斯拉那麼聰明 當然就有機會 考一個人 該公司考一個人 當老闆 又當老闆 這樣 然後不斷地去做 好 Villian 夏克里呢 成立了 夏克里辦道理這件事 就以他自己為命 夏克里辦道理這件事 然後這就吸引了 兩由後來很有名的人 在當時 只是來聽他這件事 一個叫Lois 一個人叫Golden War Golden War 一講到這個 現在大家都知道 報告上至少 他在講 我們VRS在指數當中 有一個定語叫做 摩斯洛 墨定語 Begin的墨就是他 是Golden墨 不是Dange墨 是Golden墨 是Golden墨 因為這兩個人 後來跟老闆 除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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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這些人 全部都離職了 離職之後呢 成立了一間 非常有前傾的公司 叫Fairchart Fairchart 那老闆呢 不得知 就之後呢 離開企業 然後回到學校去 斯坦福大學當教授 也很好 也很好 畢竟他也是一代為人 好 那講完 世界上一顆電機體 今天我們來講 世界上第一個 機體電路 世界上的第一個 機體電路呢 一樣 在佩爾顯示 好 1957年 就代表是 剛剛三個 然後又被人講的 隔年 這時候有一個人 叫做 皮歐米 健 皮歐米 他發現到 目前的 固態電子元件 像電子 電容 或電機體 乃至於27級 這些各位 現在在電子學 都已經學過了幾群元件 他發現到 製作這些元件的材料 都是可以用半導體材料製作的 所以他覺得 這些電子元件 都可以用半導體材料製作 而我們雲南運動電路的時候 是將不同的材料 拿過來放在一起 然後再拿 按起把 短路連接起來 他就覺得 那為什麼不能在製作的時候 我用同樣的材料 同時製作這些元件 做在上面 所以呢 他就想說 我將這些元件 全部做在 從一塊的半導體機板上 再把它 探接成電路 在18年的時候 他就進入了TI 德州儀細工師 然後開始實施這個想法 所以呢 他就利用 公司找到 沒人要的全面點折標 然後做成了三個電子 再放上一個電流 然後再利用 金 然後白金線 裹皮 連接電晶體 電容 跟三個電阻 這樣就成為一個 其體電路 所以這時候 這時候就 第一可能就要那種字 什麼叫其體電路 那回過什麼 什麼叫電路 所謂電路 就是一堆 電子元件 組裝在一起 就是電路 對不對 而這些元件 再組裝在一起 如果這些元件 是分開製造 只是要連接的時候 把它拿過來 短步在一起 這種電路 我們就稱之為 離散電路 Discrete 離散電路 叫一下各位去電子元件 你可以買電阻 你可以買電容 還可以買很多的連接線 你可以買電機體 各位在電子系列的時候 常常用電保板 去這些短步 上面這些元件 都是鼓勵製造出來的 那這樣子 這些不同 各自製造出來的電子元件 組裝在一起 成立的電路 就稱之為離散電路 可是如果你的這個電路 你一開始就知道電路 你一開始就知道要哪些元件 那你在製造過程當中 把這些電路 在整個電路的生產過程中 同時在製作在 在整個電機板上面 這樣做出來的電路 就稱之為 機體電路 所以機體電路 裡面的元件 就不會有辦法在 獨立切合出來 因為它製造的 是不是一把 製造在裡面 所以 所謂的機體電路 指的是 這些元件在生產過程中 就 做在一起 而不是獨立製造後 接在一起 它是在製造過程中 就把它們做在一起 這個電路就稱之為 機體電路 而機體電路呢 被稱之為 電路橋 而不是鏡片 鏡片是後來 後來做的比較漂亮的時候 變成一個 方形結構 或曲型結構 後來才叫鏡片 所以你們看到 機體電路 又長到一個 阿姨有東西發霉了 怎麼沒有丟 因為看到 第一個看起來 你是不是覺得很噁心 可能還搜尋 有沒有 這就是第一個 機體電路 千萬不要問我哪一個是電主 哪一個是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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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出來 我只知道 站東西 趕快用 因為現在 都已經做算片了 一個很小的 BJP 元件 BJP 元件 就是一個小黑 小黑桶 小黑桶 三個街角 各位在電子實驗的時候 都有用過BJP 元件 他這個就可以做 就是一個BJP 加了四個電子 可以用小電碼 的東西 好 這就是 Jack Keown 所做出來的 第一格機體電路 而這時候呢 同一個時候 Robin Knowles 就是在 就是剛剛講 在相比實驗室工作的那個 然後呢 他鼓勵出來 開創Fail Channel 這個工資 而他也正在指令 製造低層的高生產的機體電路 只是 Qui 跟他跟Qui不同的是什麼呢 Qui的IC使用 實際金屬連接線 連接不同的元件 但是 Robin Knowles 他用的就是 我們現在進行電路的做法 是什麼呢 他的金屬線 不是額外努力探接上去 是我 他就直接沉積整塊 金屬霧墨 在整個電路上面 然後去把 不需要有金屬的地方 給剋掉 給移除掉 這種 所以他做出來 要比更好 應該說他做出來 我們現在 就是非常接近 我們現在 認知到的幾個電路製程 就是Robin Knowles 因為Qui是拿金屬連接線去連接 但他用的是 我直接將霧墨沉積在 整個鋁膜沉積在金屬的表面 然後在 連接完之後 不需要連接的地方 再把它鋁膜沾掉 然後呢 並且呢 他已經用 細材料取代了 QuiN連接的材料 也做出了 可以商用化的電競機器 所以 Robin Knowles 也是一個 在實際企業產業界 給我們真實貢獻的人 所以在1961年 Fairchart這間公司 也就是Robin Knowles 所成為的這間公司 終於製造出 第一滴可用於商業化的經驗物 這很重要 如果有些東西 在實驗室可以承動 可是拿到外面做的東西 Bi 這東西有價值嗎 它永遠就是一頓的東西而已 因為它沒有辦法量起來 沒有辦法量起來 代表什麼呢 你只能做出第一顆 來做出第二顆 我今天我要一萬顆 或是我全地球的高用 你做不出來 這就很像是什麼呢 LV的手紋包包 我沒有辦法大量製造 我只能一個一個的做 做得很慢 那你就很貴 很貴的東西就沒有辦法大量使用 所以你說大量使用 非常重要 所以呢 特別佩服這些使用派人 真正能將東西商用化的人 才是最難人 當然 一定要感謝最早發尼出來的人 但是發尼出來的人 你的東西被發尼出來 如果永遠只能在實驗室 實驗室階段使用 而沒有辦法進入到商業化使用的話 它的價值就不低了 它的價值就不低了 所以人商用化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技術跟貢獻 所以Bailchart 我記得中國把它擺成快捷 把快捷辦到 1961年 他用信取代人者 製作出可商用化的材料 然後呢 接著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它長什麼樣呢 長這樣 欸 看起來 有模有樣的 對吧 在看起來你就覺得說 可是不要亂丟 這可能是個舞蹈 可能是個舞蹈 可能這個舞蹈 跟前面再看起來 這一勾的垃圾 不太一樣 它已經有價值之外 好 它已經 它已經怎樣 看到大門捲滑 它在法國告訴你 這個 很有價值 好 當然 現在這個東西 就我們目前技術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想到 你的指甲還要想 就這些東西 好 但是 那時候是個 華時代的東西 好 好 然後呢 但是呢 前面講過 你做錯的經理點路 可是不要忘了 電經理 是貝爾實驗室 的那三個人 在貝爾實驗室都發了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所謂的專利 對吧 你在哪一地發工作 你在那邊發改出來的專利 其實就屬於這些公司的 大家要這個基本的嘗試 譬如說 各位在學校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挑釁制裁權屬於學校的 連老師在學校工作 所想出來的東西 或分 實際身體專利專利的所有選 屬於學校 不屬於個人 即使你到公司上班了 你在上班期間 說發你的東西 也屬於 公司 除非你可以證 沒有用到任何公司的資源 公司的訓練 然後發你出來 這太難了 除非我告訴他 我發你的東西 是一個不合花漫畫 你總不能說 我在你改天工作 然後我花漫畫的技巧 在你改天傳授給我 除非這種領域 完全不一樣 不然你很難看 譬如說你完全沒有用到 該公司的資源 這也可以說 就該公司的工作 老名這個啟發 你是也很難跟他演的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基地電路 Fairchart雖然做出來了 可是不要忘了 前面整個基地電路當中 TI的一些公司 剛才講過的那個人 Kyomi 他在TI工作的時候 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TI也會用 基地電路的專利權 所以就是要產專利 打到最後 就共產專利 就共產專利 使用權很高 那Kyomi 也因為發明的基地電路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 會受一個諾貝爾獎 接著Kyomi 而Noise 是把他商業化的人 他就沒有 所以只會傳遍誰 發明人 發明人 所以這次就是另外一個 很可惜的地方 其實商業化的貢獻是很大的 但是在物理的眼光 他是Kyomi 第一個 Follow for time 就很像各位看三個傻瓜 裡面有一個劇情講得非常好 第一個 他上月主的人是誰 阿姆斯莊 第二個是誰 不用想 沒有人Kyomi 第二個是誰 這個人覺得好酸 好酸酸喔 明明我也可以上來去了 他就歷史留名 我們就 我們就廁所留名而已 這個是太可惜了 所以這個人 就是Kyomi Kyomi 在2005年的時候 就去世了 然後呢 Roman Lewis 離開 Bill Child之後呢 他又跟 大家講過的 Goldenmore 前面講過的 Elemore Goldenmore 以及另外一個 Andrew Groft 他們呢 在1968年 成立了一個 直到不起來 稱爸爸到底的 一間公司 叫做 Intel Inter 一提到這個 就覺得 哇 那你把我錢了 你一定 你一定有些的要命 好現在 所以 然後呢 其中 Roman Lewis 在1988年 又獨立出來 去SemiTap 當資金總裁 SemiTap 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它是一個半島 製造業的 國際聯合作組織 也就是說 它一個組織 算是一個財產法 是什麼呢 它有國家的資源 但是也有各個 業界的資源 然後它會獨立發展出 記憶電路的製造技術 然後呢 你想要了解 我的製造技術是什麼 你就要 花錢 跟我買 都好 才會告訴你 我們現在開發到什麼地步了 然後呢 你才可以將我的東西 拿去公司 試做生產 所以SemiTap 大部分的半島體製造業 都有加入這個SemiTap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團隊 半島體開發的團隊 這是一個美國的 很有名的半島體開發組織 叫SemiTap 近幾年 今天都聽到這個名詞了 因為 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兩大半島體的開發組織 一個是美國的SemiTap 另外一個是歐洲的I-Mac 在比利時魯汶大盒的I-Mac 比利時的微鏈子技術中心 它跟它也是一樣 但是接受各界的Foundation 各界的贊助來開發半島體製造技術的 只是這幾年 進階著沒有SemiTap 在國際很多體流會議上面 現在都 現在都只是在I-Mac 在秀SemiTap 都近期都一直都看到它了 不過在五六年以前 他也是非常火熱的一個主持人 這就是Noise 看起來斯文斯文的 人工人量 好 大家知道 在半島體界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定律 就是莫尔電律 每年都有人搶吹他 莫尔電律要到其中 莫尔電律要到其中 但是事實在證明 人類的力量 人類看起來的力量 可以超越一切 為它能夠去去賺錢 我一定會延伸莫尼電律 莫尼電律講的是什麼呢 莫尼電律不是個數學定律 它是個觀察遺跡 它其實上次觀察遺跡看到 它沒有任何學問 它只是統整什麼呢 龔登陌 他在看永生之年 他做了一個統計 他做了什麼統計呢 他做了一張兩 Extro就是它每一年 所看到的 什麼呢 每一年他所看到 整個晶片上面 從單位面積上 做出這個晶片裡面 所用到的元件數量 他會發現到 每隔一年 我同一個晶片上面 可以放更多的元件 我每過一年 我可以放更多的元件上去 然後呢 如果放到產品 都要像這樣 S軸是不同的年份 Y軸是什麼呢 這上面是每一個晶片它的型號 當然是特定公司的型號 就是要找些東西啊 什麼Sensiting啊 668啊 什麼 就有不同的型號 不同的晶片有不同的型號 它在不同的時間推出 然後它對應到這個晶片裡面的電競數量 你可以看到 它幾乎成一個直線上升 好 好 這就代表什麼呢 所以摩 多德摩呢 就只是根據這樣的觀察 他就提出了 他就喊了一句話 哎呦 我發現到 我們半島和其產品的發展 我今天上去的元件數量 幾乎每12到18個月 因為越來越來越重 所以有時候12會延長到18 那最近有回到12 幾乎每一年 我晶片上面的元件數量 會增加 但是價格不變 這是個觀察結果 但是現在被列為什麼呢 我們要想辦法 維持這樣子的發展 因為這個觀察結果似乎就反映了 你半島以產業的直速發展 如果說 你花的時間更長 或是價錢升高 那就代表了 你的發展似乎有點示威喔 你要說要走下坡 要這樣 也那麼厲害喔 為了不要讓 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Intel啊 開機連天都努力的 維持摩爾地率的發展 就是我每個一年 我今天的塑料就要增加一倍 而過去40年 大家要知道 多多多我已經去領血壓淡 過去40年 一摘證明末爾定律的證據 我覺得這段庫拐 有落地海文來的 不是個 不是個物理定律 它是個觀察 競技結合法 但是 但是基本上 都證明這個趨勢 不止維持到77日 現在已經進入到7奈年的階段 未來要走下5奈年 3奈年 2奈年 1奈年 真的可以走龍的樣子嗎 前陣子太貼了 有那一種報告說 還是可以繼續增加 每當月面積上的 的定律數量 還是可以再繼續翻倍成長 好 那這次就問各位 請問 每個一年 經驗上面的 元件數量增加一倍 它要怎麼增加一倍 要怎麼增加 一般最常做的話就是 讓元件 做得小一點 元件只要變小 同樣的面積 同樣的經驗幣上 所以你可以篩得元件數量 自然就會 增加一倍 對不對 好 那這次就問了 元件面積要縮小 要縮小到多小 你的縮小才可以增加一倍 你們面積是要縮小著 二分之一 對不對 好 那時候就輸出來了 一個智電 假設智電的面積不變 裡面有很多個電競體 很多個電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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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電競體拿出來 電競體 我們每過12個月 我的電競體的數量要增加 要變成兩個兩倍 那就代表說 我們每過一年 假設這個是 這個面積就是幾 對不對 那這個面積需要多少 二分之一 這個面積需要變成0.5 對不對 如果面積要變成0.5 請問牆跟環藥說出來多少 啊 多少 0.7 0.7 所以摩爾地律同時 要暗示著我們什麼呢 電競體的尺寸 每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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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就要 微縮 0.7倍 0.7倍 所以在早期 原件尺寸 是0.35mine 下一個世代 叫0.25mine 你看看 是不是乘上0.7 幾乎就是乘上0.7 0.25 乘0.7是多少 0.7 是7.5mine 不是 叫0.18 0.18 再乘上0.7是多少 0.2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技術節點 半導體的技術節點 就是每一個世代 0.25 0.3的世代 下一個0.25的世代 0.25的世代 下一個0.8的世代 下一個就是0.2 0.2 0.2的世代 點心多少 叫0.09mine 其實這時候改名的 叫90.9 0.09mine 就是90.9mine 這時候基督到所謂的 奈米世代 90.9.10 你點心多少 10.9mine 將近65代 你可以說是63 但是 不會有3 都去用整數 6.在下 是多少 在乘你眼睛是多少 45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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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乘你眼睛是多少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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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3 這時候是3車 而在3車這個時代 開始出現了分歧 1.4 1.5 5.5 1.5 1.5 5.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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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是26intel在用 其他的阵营 非intel阵营 非音阵营都使用它 所以28在使用眼前是多少 就可以到了20耐 20耐再走下去呢 又分為兩個阵营了 這就是有名的iPhone電競技之亂 好像在iPhone6還是iPhone7的時候 那時候iPhone出了一支手機 這支手機裡面同時 你可能買到的是台機電的經驗 你可能買到的是 Sansung的經驗 而你如果買到的是 那時候台機出的經驗叫做 16耐滴製造技術的經驗 Sansung的經驗是14耐滴 然後Sansung就說我會離台機電 你看 所以這裡會出現一個分子 T插XXX S插XX 然後呢 再下一個世代 X0.7之後 你會發現 兩個又回到了 差不多就EMAU 好,就是时代 就是前一个时代还在用 而现在呢,走到了什么呢? 期待,就是right now 现在正在发展的期待 所以你看这些数字不是罗独乱的 都是为了满足摩尔地律所需求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利益 他们是有关系的 要杀杂有的数字是随便乱买的 而大家有问题的地方就是 有商业策略考量的喊 为了让人家觉得我比你强那么一点点 我的数字就比你小那么一点点 就好像我已经过你的 数字它的特性比它的特性差 二八特性三字还要差 但是我才数字我现在喊 我还要勉强 对不对 所以七在三个多少 七七四十九就是五了吗 得了 再下一个就是 三 二 1.5啊 不用想了 先看看 倒是蛋白有没有 再下去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呢,这里告诉各位 整个维电子技术的 你给它去弄的名称 其实是根据什么的 每一个时代 他们要拿到一部命 同样设计的今天 它的面积可以缩小 上一个时代今天还要 面积少一半 面积少一半 幻影之后的编长就是变成 0.7倍 而0.7倍 所以你的关键尺寸要缩小1.7倍 而这个速度就决定了你的关键尺寸 我们就称之为 技术节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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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开始 你就要知道 人嘛 最喜欢高名词 所以 这时候你会看到 当一个晶电上的 原件数量 2个到50个 这时候给它抢 叫一个小型经理电路 small scale 这是规模 scale 规模的意思 small square integrated circuit 然后呢 多到50到5000个 叫做什么呢 中型 median scale median scale 从small scale median scale 到large scale 以及现在大家喜欢讲的 VLSI 你懂一词 这是large scale 多加个V 代表什么呢 very large 我从large 变到我very large very large scale 之后呢 又一帮聪明的认为 我还会变成 超越VLSI alpha large 而alpha large 提出几年后 会发现 没有人在跟上 使用这个名字 大家还是习惯 使用了 real size 所以 所以越喊下去 就没有人在跟了 所以 这次孙子喊 喊到real size 之后呢 后来会发现 real size 其实 渐渐用的又少 大家都还是习惯 要使用VLSI 可能V有vintory的意思 可能有比较吉祥的感觉 所以 现在的超大型机器电路 都使用的是VLSI 而不使用VLSI 这两个应该就过来了 他是中文大处了 因为这个是超大型机器电路 阿船才应该在过 几大型机器电路 这两个应该修盖一下 所以现在 你就不管了 你就知道 当你的数量多到我程度上 我就统一都叫做VLSI 就统一叫VLSI 一模一样的 电路 你使用不同的 技术铁铁所制作出来的 晶片的面积 会越来越小 因为原件的尺寸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那反过来讲 同样的面积 我使用更前瞻的技术 这么大的问题 我这个可以用到 更多不同功能的晶片上去 变成同样的面积 我要嘛就是这样呢 我可以塞入更多不同功能的晶片进去 或者说更多复杂的电路设计进去 或者说更多复杂的电路设计进去 比如说 这么小的面积 我可能是一个单核的CPU 我想要变成四核心CPU 八核心CPU 我的设计就会变得更复杂 对不对 那我原本可能加上 我原本的面积可能会美增 但是呢 我使用的是更好的技术界点 而我的面积又可以再缩小 所以原件越缩越小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是加上 同样的电路 因为你的精键面积可以不变得更小 或者是 同样的电机 你原件变小 代表在同样的电机下 你可以塞入更多的电电机 同样的电机 你可以塞入更多的电机 代表什么呢 你可以放更多不同功能的电路进去 就好像同一母帝 你不只可以装到你 还可以装小麦 还可以装西瓜 还可以装芭蜡 所以这样 有些不适合装在一起 但是电路就可以了 这叫做SOG System Unchip 明明大家不同的制造技术 要不同的制作 但是现在的机器电路就是 我可以让你不同功能的电路 坐在平面上面 这也是现代器电路制造技术的发展 我要将会用功能的电路坐在一起 好 这个是这本课本里面 号称世界最小的电机 那 最小电机通道小路斯那里 给各位一个观念 我可以不使劲的想下去吗 千万不要忘记 所有的材料都最小是由原子所构成的 所以再怎么小 也可能小过一颗原子 那原子和原子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呢 大约2点多到3N重 至少 也就是0.3N左右 这只是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而已 而你要做成一个电路 你就看到 这里可能只有几颗原子 可能只有十几颗原子的大小而已 这是给各位看说 现在的制造技术已经很电台 丧心病了 已经快要小了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 很快 晶圆上的原子最小特征之准 不可能小于两个心原子之间的距离 那两个心原子之间的距离是5个N重 也就是0.5N 你看 你不能告诉我 我这叫做单原子跌离吗 我一颗原子可以变成跌离 它开始 这叫做神奇原子 可以去看看漫威风华 漫威力 这样 原界是越做越小 越先进的原界做得越小 但是晶圆的面积呢 却是越做越大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叫做这样的 烤披萨 烤一片披萨放到乳管里面 放到乳管里面 烤20分钟 两个 假设今天 你一片披萨的成分有什么 饼皮 用料 跟 加温 如果加温的这个成分 比你的用料的成分 比你面积上的饼皮的成分 都还要来得贵的话 那我是不是我一次端进去 出来之后 我要切成很多艺人份的披萨 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的面积越大 我是不是可以切的 今天数量越多 也就变成怎样呢 我同样烤一次 烤出来之后 我烤的成本是固定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的饼皮 我的饼皮 我的饼皮 面积越大 我同一个成本 可是我最后切出来的成本 的数量也越多 那每一个饼皮 它的cost 它的成本就会 越低 因为什么呢 你做一个 你做一个六寸的 八寸的饼皮 经过整个半导体制成步骤 这些半导体制成步骤 的花费差不多 你饼皮 饼皮 饼皮 但是饼皮 那两倍的 金牌盒贵两倍 没有 金牌盒贵 20% 可是你切出来的 晶圆的颗粒 晶片数量 可以多一倍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就像烤披萨 我一次烤一个四寸 跟我一次烤一个十二寸 我最后切出来 我十二寸可以切的 一人份的披萨 数量就会 比较多了 所以呢 晶圆是越做越大 因为我做出同一个电路 我需要通过的制成步骤 就大家 根据制成整个的试图 有没有 我的制成步骤是差不多的 而我制成步骤所花的成本 也差不多 可是我晶圆越大 我可以卖的晶片数量越多 但我们晶圆今天的成本就越低 所以在烤披萨的发展史呢 是圆件越做越小 晶圆越做越大 从早期的四寸 六寸 八寸到十二寸 就停了 他曾经有一阵子喊到十八寸 但是十八寸盖这个厂的话 他的厂房成本太贵了 所以就用喊一喊而已 那就没有人做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维持 是在十二寸的厂房 现在晶圆最大长就是十二寸 细晶圆 现在还是十二寸的十二寸 好 所以以上是我们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记忆进度的观念 我们下礼拜开始 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内容 从晶圆成长开始 晶圆怎么样制造出来 以及每一个八九每一个步骤 他们的概念是什么 最后如何整合出 制作出一颗电梯明珠 我希望这个课程 可以最后可以介绍到 不同世代的制成整合 这是我的希望 以上大家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整个礼拜的 特别介绍到这边 给各位热热声 小民主 之后再来介绍 整个记忆电路的制造过程 好 我们这一拜上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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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